i know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嗨大家好我是小春 我们今天来看陆浦以后更新的东西 在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蛮多人问我 这是圣音师太在哪一轮 圣音师太在贾伦的秘籍包里面 这一轮真的有够香的 真的是香到有点夸张 ok 然后还有灵狐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服开了灵狐嘛 然后很多人说灵狐可不可以自选 陆浦是已经开灵狐自选了 所以你这次活动就算你不抽灵狐 未来还是可以慢慢养成的 这是可以放心的 放心的换吧 ok 那我们直接来看陆浦会更新什么内容吧 第一个秘籍选择包新增 额眉郭香跟西狂阳果相关的秘籍 额眉郭香是乙伦 然后西狂阳果我目前还不知道 再来黄赏三秘技能更改 原效果是首次障碍最少五段 然后修改过后是一定最少五段 等于说如果最少五段的情况来想 他的第二回合会比较强一点 这改变不了双爪体弱多病的本质 还是一样很容易被秒杀 等于说他只是提高了他的输出能力 但是其实生存能力是没有变的 所以以双爪队来讲 还是一样其实没什么改变 再来修复皇赏施放技能时 触发降低治疗的敌方免疫后 会伤害丢失的问题 这个就等于说对方免疫之后效果造有 再来修复清灵子灵朝阴处于魅惑状态时 触发强制技能的更改 好再来第六点 融合秘点的美术效果这个不重要 再来征兽系列通过同币显示异常不重要 移除道具对应道具替换为随机碎片不重要 再来帮派购买所需等级提示不重要 好最重要是中门系统 新增古墓派跟全增教两个中门以及对应宝物 这个终于有新的东西了 这个非常的不错 至于中门宝物有什么效果我们等一下再看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更新的内容 第2点不重要 第3点不重要 第4点第5点第6 第7都不重要 第850挂机新增最大数量限制选项 这个应该是可以一次不只挂20次了吧 这个应该就蛮不错的 这个可以啊 等于说一天只要挂一次这样 OKOK 好 再来最重要的第9点 秘籍UP 活动新增秘籍心愿清单玩法 就是你以后抽甲乙丙三轮 你可以选择像酒馆高级招木那样子 选择你的心愿 假如我这一轮要让独孤求败加倍 我就可以让独孤求败加倍 但是会不会歪 那就不好说了 哎呀心愿归心愿吧 心里的愿望 不一定会在现实里面实现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新增的古墓跟全增教的中门宝物 我先提醒各位一下 陆服的宝物跟台服还有星马服的宝物 基本上能力或多或少都有点差异 所以这个东西仅供参讨啊 我相信来到台服或是星马服的时候 能力值应该是不太一样了 首先古墓派 引锁精灵 加血加护甲加减伤 OK 土角技工时有35% 提升友方全体侠客技工减伤15% 持续一回合 重点是技工减伤 这种东西减伤的比率非常之高啊 因为他是直接影响到技工的东西 这个使用度就非常之高啊 再来全增教中南山 他的中门宝物是血量护甲抗暴 这个毒队看起来流口水啊 抗暴2%不如小谷啦 然后主角技能是主角技工时有15% 几率使敌方全体净怒持续一回合 这种净怒的东西超级强悍 15%堵到哇皆大欢喜啊 这个有很大的几率使剑队残废吧 因为你剑队如果手回合就被禁怒 基本上很容易GG啊 这个太影响公平性了 不过我相信这种东西到台服或是星马服 这个应该是会被改掉 因为台服跟星马服的中门宝物 通通都没有这么喇叭 以陆服为例 陆服的中门宝物有扣怒 也有沉默 再来现在要多个禁怒 真的是超级唬烂 然后相对台服的中门宝物就和平许多啊 呵呵呵 这种东西太影响胜负了 这个其实不太好 个人是不太喜欢啊 好最后说一下 因为最近又蛮多人在问的 可能又很多新朋友加入咱们色雕的大家庭 呵呵 金融跟骗钱术这个钥匙或是那个令牌 是可以留到下一轮再用的 等于说你每一轮如果小小除值 除值个三把左右 那你三轮就可以开一轮完整的 所以这个东西留起来是不错用的 除非他下一轮的时候把你改掉啊 呵呵呵 好啦 那以上介绍就这么多啦 ok 那咱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吧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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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